到這邊嗎 你去開車 你不要中光車 兩名女子用手臂奮力抵住對方 不斷叫罵 在公車上引起好大騷動 你滾下車啦 然後你拉開 我要下車 你拉開 然後你趕快滾下車啦 我快滾了 你幹嘛 情緒越來越激動 一邊說要下車 一邊手繼續打 連司機也看不下去 即便聽到要報警也沒用 打到最後不只動手還動口 你現在給我車打我 他一直在那邊弄我 趕快報警他咬我 小姐我告你喔 那你先發走 再放走 知道影片最後 雙方頭髮都快被扯下 依舊僵持不下 司機只好停到路邊報警 留下凌亂不堪的打架現場 和同車乘客錯愕到不行 不過兩名女子 到底為了什麼這麼氣 事發就在13號凌晨12點半 主委往淡水紅二三路線公車 當時坐在內側的高姓女子 把包包放在旁邊站位 但連姓女子一上車 就把她的包包移走 直接坐下 引起高姓女子不滿開嗆 問連姓女子 為什麼要靠她這麼近 接著衝突一觸即發 因座位問題八口角 進而發生拉扯衝突 雙方表示將驗商提告 本分局依規定受理 不過因為當時時間已經太晚 雙方相約13號下午 再到派出所做筆錄 互告傷害 為了包包站位問題 竟然打到鬧進警局 終極的溫涎 你看這一段新北報導